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卑士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印度 令西方盟友很失望 也令台湾的陆媒很失望 关你什么事 这个好笑 他就罵这个印度 一世出来有什么事 出来摄石走开 摄石是帮大佬说话 可能大佬就不敢罵这个印度 与众不同 印度掩扎哈马斯尔但是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居然和中国大陆一样立场 那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 因为中国大陆 中国外交部曾经 早两天说过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就是一个 解决的方案之一 也说始终是支持正义 想不到印度 他认为 哈马斯 是 发动这次攻势 是 谴责的 但是 好像 他们有样东西 就跟西方不同 但是 他 再次重新 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坚定立场 跟王毅说的一样 这句话 这个立场 是一样 不过 我觉得这个印度挺聪明的 为什么呢 你不要忘记印度也有强论 印度的强论也不少 而且 围着他 围着他包括圈的有几个国家都是某宗教国家 其实 他某些的 这个论述上 不可以跟他的强论差得太远 因为 最后 最后 就是 会弄到自己也很麻烦 当然 这个印度 他这样说 我觉得 他也是 知道自己国内 因为印度国内也有很多穆斯林 当然 莫迪的手是不是硬是 但是 他都不可以全部一直都手硬下去 因为就算你可以压制到国内的 他的强论 都是 你看他 他有什么 轮居 他轮居当然有 阿基斯坦 对吗 也有 还有他之前 印度分裂出来的几个 几个国家 包括 孟加拉 对吗 这些都是 很多人口国家 你得罪他似乎 都不是有什么好处 还有 很近阿富汗 阿富汗不用说了 这个超级强 美国也超级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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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当然要小心 所以 他这样说我反而觉得很正常 你们 与众不同 其实他们这些台湾的媒体都是几十年前的一种想法 就是觉得这个世界 众的意思就是指西方而已 你明白吗 他说与众不同 跟西方和那些盟友不一样 其实这个世界 真的是走近多极化 看看他还有什么强论呢 塔吉克斯坦 也是某宗教国家 吉尔吉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也是 所以 你看看如果有 好像他这么特殊的地理位置 你觉得他会暖差来吗 说真的 只是一个 就是一个 阿富汗就够了 当然阿富汗 他旁边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旁边是阿富汗 你看 他的这个地图 其实他是很复杂的 他是不敢乱来的 这个我反而觉得他是聪明的 他这样表态 当然你说不是 他有 巴基斯坦就是他在西面 北面就是中国 和尼泊尔 东北面就是北丹 东面 就是这个 也是一个 很多人的国家 就是孟加拉 印度洋上有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还有 印度尼西亚 印尼在他的 东南面 当然阿富汗和他没有接让 但是 阿富汗隔离就是 这个巴基斯坦隔离就是阿富汗 还有 跟他很近的 刚才说的 这些 其他的强论 你如果是乱叉 他们也知道糟糕的 有些他不是直接接让 但是也够近了 所以 也是要小心 他们这样 反而我觉得 他们是聪明的 刚才我说的 吉尔吉斯 哈萨克 还有是塔吉克 那就是近的 我刚才说的 大家也不会是近的 但是已经是某宗教国家 你说他 值不值得去想一想 自己 面对这么多国家 究竟他是不是需要 用一用脑 四面树敌 是否需要 四面树敌 八面威风 是否真是威风 我担心最后是 最强调自己的 记住巴基斯坦已经够大 有核的 巴基斯坦旁边就是阿富汗 吉尔吉斯 有塔吉克 这些都是 某宗教国家 你可以撑得多少个 你可以对得多少个 你可以反对得多少个 所以他现在说的 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 而且 你不要忘记 他现在这样说 都是跟他一向的外交政策一样 是 他有很多政策都倾向西方 他倾向的时候 他会站一站 停一停 这个 印度外交部发言 他认为这次是一次 是 可怕的攻势 当然 这次攻势之后 以色列就誓言要摧毁哈马斯 并且全面地 围困 袭裙地带 并且发动 以巴冲突75年来最大规模的 这个狂轰 印度看到这样 当然他们就说 全球有责任一起 打击这些极端主义 他也说知道双方 他说明 双方的 离世人士超过250 2500人 全部都说了两边 当然 但是 这个 印度外交部 同时也力挺巴勒斯坦 是 独立建国 他就 印度主张恢复 直接谈判 建立一个主权独立 具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 并且在安全 供应的边界下 和以色列 和平共处 如果你掩住印度 这个外交部发言巴格奇的话 你以为是王毅讲的 是的 你以为是王毅讲的 所以 西媒就说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不支持我们 日本也没有支持 日本他就不是说巴勒斯坦是独立建国 日本 是没有公开谈则哈马斯 他就谈则那次 行动但是没有谈则哈马斯的组织 为什么 因为他也很依赖中东的 人员的 印度的强伦 一个巴基斯坦就够了 加上我们刚才说的 塔吉克那些 虽然不是他 是土地接壤但是够近的 这些地方 如果每个人来搞你的话 你觉得他有好日子过吗 不像你台湾的孤岛 当然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当然印度这番话 当地媒体是觉得应该的 因为 这个也是莫迪 聪明之处 莫迪聪明之处是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 除了与中国 要竞争之外 也不可能是 得罪那么近的穆斯林世界 你想想你有开两条战线 看来莫迪就知道不会这样 印度人计数多棒 你没理由开两条战线吧 应该来说是三条 计算了巴基斯坦 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这个必要 还有有什么好处 你看他们很懂计算 其实 莫迪也在推特上说 以色列发生的这件事令人震惊 之后他有打电话给奈塔尼雅 就说在这个困难时刻 会和以色列站在一起 其实这样 全都捕捉了 全都捕捉了 其实何时到你去关心呢 真心说 直到1992年 印度才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自从那时两个国家迅速发展 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辛德里支持巴勒斯坦 的独立建国言论 之前是少了 但是随着 冲突日益升级 他们发言人 也有说过 以军你这样对加沙地带 其实 也是很大事 也是敦促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法 这是大家的义务 相反 你们常说 台媒又说你们台湾怎样尊重 尊重什么人权 你有没有说这一句 有没有是敦促 什么什么 那些好像没有 当然我也再说一次哈马斯做这些事情 当然是不可取 当然是可怕 一个文明人不应该做的事 不过这样 印度当然也会继续 和中国竞争 其实这段时间有单新闻也很少人报 印度是拘捕了Vivo的员工 10月10日中国智能手 是拘捕的 之前是查水标的小米 这次是拘捕人 中国 中国智能手机製造商Vivo有员工 被印度 的一个 金融 专门是 灭罪机构 这个灭罪机构专门 是消灭金融犯罪机构拘捕的 对次Vivo的回应就是 Vivo在印度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现在是 密切关注近期的调查事宜 并且将采取所有可行的 法律措施进行 除了 Vivo 还有华为 小米 都曾经在 印度 遭受到 税务部门的调查 除了印度之外 除了中国企业之外 三星 Google 亚马逊 亚马逊 都 在印度市场被罚 或者被 所谓追缴税款 印度 当然是查水标 你自己判断 这样也不是 Vivo也不是第一次 Vivo已经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搞了几次 2022年7月印度執法稿 ED 发表声明已经突击检查了Vivo和关联公司 48处营运地点 发现Vivo将 大约一半的本地营业额汇到海外 Vivo这个举动涉嫌违反印度 反 反洗钱法 冻结Vivo和有关公司在印度 119个银行账户 大约46.5亿 大约4.1亿人民币 同年 印度税收情报局 亦发布通告 Vivo 逃税大约22亿 大约19.5亿人民币 除了Vivo之外 小米等等的中国手机 製造商在印度亦多次 遭遇 被指控逃税 被人冻结财产 去年4月 印度執法局 就对小米进行了 紫红 就说他们从15年开始 小米和 他旗下的 印度子公司 就是小米印度 以特许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的名义 向外国实体 非法 回款 违反了印度1999年 的外汇管制法 所以 印度当局 是扣押了小米 印度子公司大约 大约 555.1亿 劳比 大概 49亿人民币的资金 小米印度就说 这类税 是合理 决定的进行上诉 但是 尚获不用 在 今年 6月的小米涉嫌违反 他们国家外汇管制法 向外国实体 非法转移之监 他们国家 已经向小米技术 印度私人有限公司 和小米印度分公司 部分高层 还有在花旗 等等三家银行 发出正式通知 到了8月 小米集团总裁 盧伟兵 在业绩电话会议上说 资金 只是被印度政府冻结 并非没收 仍然通过法律程序 去解决问题 我相信很难解决 对不起 我不是太多信 他们那些所谓的程序 对不起 盧伟兵就说 小米在印度的 经营 始终合法合规 现在积极配合 当地部门的 调查 虽然过程非常漫长 但小米相信印度司法 他真是很聪明的 他说这些就不会说 什么 什么独独观的 就是说 相信印度的司法是公正和独立的 我就是不信的 他相信我不信 不过我相信正常的公司 他一定要这么说 他肯定会说 一件事就是 我们一定会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相信印度的司法是公正和独立的 他肯定会这么说 除了罚钱之外 印度仍对 中国的手机製造商 在印度的高层 原来印度政府 对在印度的中国智能手机製造商提出 多项文官和首席财务官 首席 营运官 首席技术官 都是要 由印度人士去担任 其实 几乎全部在印度的外商企业 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些茶水标 当然 他还有其他企业是装强的 好像 这个三星 其实今年日月印度 三星也搞 没说错 在那里做生意 在那里做生意 赚了钱也跌了一点 神仙也难赚 你又验证了这句话 你都验证了 2023年1月印度税收情报局 指控三星对远程无线电头 错误分类 想着 规备 大概172.8亿 的进口关税 大概15.2亿人民币 上年10月印度竞争监督 机构 对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处以大约94亿 的罚款 即是8.3亿人民币 认为他们涉嫌 濫用他们安卓系统的主导地位 推动他们主要的在线搜寻功能业 之后这个Alphabet 还因为涉嫌濫用 安卓操作系统的主导地位 被印度竞争 委员会 是罚款 说真的 印度其实是很帮自己的企业 究竟是否公平竞争 当然 现在这些东西 西方的领导人 都看不到 因为 始终是他顶着中国 罚款 Alphabet 是大约12亿人民币 当然 印度对于西方来说 是否很有 价值 你看看加拿大多稍微冷落你就知道 卡里斯坦独立分子被老谋事件上 如果是 如果是发生在中国 一早就会有很多制裁 肯定到处都有压力 印度是否 可以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的增长主要引擎 这个汇丰 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 说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有个人叫苏若若 其实他十年前都说得很厉害 就说很厉害 这个汇丰也说 虽然印度最近经济表现强劲 但是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 主要的增长引擎 他们 这个也说 印度目前 增长的动力太有限了 而 中国因为规模旁大 他们对世界经济重要性 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被超越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亦都是 预测 其实 在可见的未来 中印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居然是继续扩大 我以为是 缩小 居然是这样 这个 2028年将会扩大到 17.5万亿美金 这个相当于 是 欧盟当前的经济规模 原来去年两个国家的差距 是15万亿美金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很奇怪 如果按照西方的西培港 是越来越近的 而且好像就追到的 他们说到 但是GDP是差几倍的 这是现实 但是想不到它 到了200年反而 扩大了两万几亿美金 不敢 这个汇丰 对印度 就是 看好一点 不过他们就说 起码 五年内 都未能够超过中国 这样说 不过五年之后他们就觉得应该会超过中国 这样说 也是那句 其实 利息是 快的话 其实中国 有政策 他也有对策 还有 我相信每个国家都一样 到了某个程度上 很难会再高速发展 以前城市都解说 印度的起点比较低 结果 ating today 这是很正常的 这里是 規律 所以 所以大家也不敢说印度是绝对不可以 看看我们看到的东西 你又知道 对 你又说 没错 你又说 看回历史长 中国有段时间也是很厉害的 当然那时候的时光是很可怕的 事实上 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 回到这一段时间 就开始慢慢下跌 这是很正常的 增长一定会慢下来 甚至会下跌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看发达国家近年的经济成长有多少% 有一%很厉害 已经拍了手掌 尤其是这一两年又有我战争 没错 不下跌也好 要增长 好像赵高那样 4% 你说几年前的事 没有心理 你说几年前的事 也得淡少 现在他也是经常被其他黄友 KOL 追击他 这个也挺好笑 哈哈 追击他 当然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 你说印度会 不断地爬上来是很正常的 越南也是 也是那句 每个国家都经历这些 过程 有一段很急速的发展 也有一些 是比较慢的 时候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跟崇拜 进去 我们最后